不好意思 最近老奄言老大喘气 但我很健康 大家好 我是徐晓东 东哥腊瓶 出国转转 欧洲边 西班牙 西班牙我很喜欢 我非常喜欢西班牙 我妈妈什么的 也特别喜欢西班牙 她是没去过 她原来他们那个国企公司啊 去购买设备什么的 去过很多欧洲国家 意大利呀 法国呀 挪威呀 瑞典呀 德国呀 芬兰都去过 我就没去过了 但是我很喜欢西班牙 我觉得西班牙的女人漂亮 拉丁文 那种语言 我觉得比英语要有魅力 还有饮食 他们说西班牙的饮食 跟中国类似 而且地中海的风情 完了之后气温也不错 我很喜欢 我特别喜欢 反正去欧洲里游 我一定要去西班牙 对 他们说欧洲的大农场 好多农业都在西班牙嘛 欧洲 OK 咱们长话坦说 今天呢 第一个嘉宾呢 是一个也是欧洲 专门做一些 很多欧洲的介绍的一个 我不知道他干嘛的 就问我 让我一定采访他 那我就得逞所愿 采访这位女士 之后 西班牙 土生主长的 在西班牙土生主长的华人 现在做的是移民律师 非常牛逼 反正我小学的朋友 就是他 就是找他办的 他采访完之后 马上就采访我那小学朋友 哎 今天西班牙 一定有意思 我就长话短说吧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马上开始 克拉斯亚斯 哎呀 我觉得 拉丁文说话特别好听 就是谢谢 西班牙 我就会说谢谢 克拉斯亚斯 你好棒 欧拉吧 你好 我看看你好怎么说 你好应该是 欧拉 欧拉是意大利语吧 哎 你好 哈喽 东哥你好 你好 现在正在录播 完了 很高兴 完了之后 那个上次抱歉 没有采访您 今天给补上 您是那个 我都问您一下 这个欧拉 这是西班牙语 还是意大利语啊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自己2002年来荷兰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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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已经18年了 然后前几年呢 回国做 在一个有名的移民公司里面做过 所以国内移民公司的这些套路 或者是我自己在欧洲的 那么多欧盟身份 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所以我可能有比较有全方位的了解 包括其他国家的 居留的 或者移民项目的一些对比 我都比较清楚 OK 太好了 那咱们今天啊 首先是西班牙评 您讲讲西班牙这移民的事 华人 好吗 我得要整个 这个欧盟的身份都得要说一下 嗯 好 然后大家 因为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好的 总体来说整个欧盟呢 这个国跟国 欧盟的国家跟国家 就是中国的省跟省 比如说你北京人可以到上海来工作 上海人可以去四川工作 或者海南岛的人可以去随便哪里工作 不需要工作签证 也不需要旅游签 就是我过来工作就可以了 撇开什么中国落户的问题啊 所以欧盟的公民是可以享受自由签席啦 工作啦 学习这样子一个优惠的 但是必须是欧盟的公民 就是你是拿西班牙护照 或者是葡萄牙护照 或者荷兰护照 或者希腊护照 你才可以跑到想要去的这个 比如说经济好了欧盟的国家去 你不能够拿着中国的护照 加上某一个国家拘留 那你说的西班牙 其实每一个欧盟国家 都有它自己的拘留 比如说西班牙 它有它自己的这个暂时拘留 然后之后变成西班牙的永居 再变成西班牙的欧盟长居 然后之后才是西班牙的公民 就是护照持有者 那每一个国家它都有一些这个优点 当然也有缺点 所以看这个大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不是因为整个欧盟有17个国家卖居留 就比如说前面说的这几个国家 还有什么拉脱威亚啦 Slovenia什么的都都有 然后三个国家是卖护照 就是欧盟的公民 那我说一下这些的不一样的点 就是如果只是卖居留的 你只可以在颁发你居留的这个国家 居住或者是工作 那连像希腊这样子的居留卡 你是连 它是说永居 但其他有条件的居留 而且是不允许工作的 哦对对对 不允许工作 所以如果说有些朋友或者客户 他是想拿了其中一个欧盟的国家的身份 作为跳板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那我会不建议就去做居留了 那你就要选择欧盟的护照的项目 那有三个国家是卖护照的 一个是塞浦路斯 可能比较有名 国内移民公司比较喜欢推 因为它价格高 所以就是移民公司比较喜欢 明白 对然后 客户来说他大概六到九个月就可以拿到这个护照了 所以有的比如说一些大鳄金融公司那些老板们 他们比较喜欢因为他们身家比较高 还有一个是马尔他 那马尔他的护照 我也不太建议因为扔掉的钱砸掉钱太多了 然后钱有可能是见不到那本护照长什么样的 就很有可能是失败的 一直耗在那儿 然后叫你补材料 补材料 补材料 就一直补 然后一直就见不到 所以这个我也不推荐 然后还有一个是保加利亚的护照 可以投资他的国债或者是融资最低30万欧元起 所以要看大家到底想什么 如果你是做了欧盟护照的项目 你就可以去到另外一些经济比较好的欧盟的国家去居住 工作或者小朋友读书 所以这个是有别于居留卡的 居留卡你就只能待在这个国家 比如说西班牙 你就能待在西班牙 然后我再说一下 我再说一下 暂时的居留卡和永居卡 和欧盟的公民中间有一个身份 叫做欧盟长居卡 我现在拿的就是欧盟永居 我都拿第二张了 我安慰这些南部的这些卖居留的这些国家 都是近个五六年七年才有的 所以那些以前做的这些客户或者人 他在那边其实是没有呆足那么久 以至于这些人都没有拿到过欧盟长居 因为你是真的得住的 很多人都是扮了个葡萄牙 扮了个西班牙 或者扮了个西班牙 都都回到国内居住了 所以他是不可能拿到欧盟长居 以至于移民公司他也拿不到 比如说去去再回溯一些旧的客户 你们有没有他们没有见到过 但是我是在欧洲这边从留学到工作 再到欧盟永居这是一路涨上来的 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在手边的 然后我说一下欧盟长居跟护照的区别 或者跟永居的区别 先说永居吧 就是欧盟长居跟国别的永居的区别 在于国别永居你还是有移民间的 一定要注意一个坑 这个葡萄牙一开始是不需要 你只需要住7天或者14天两年 这样子比较少的 但是葡萄牙你满了5年 你拿到葡萄牙的永居之后 反而你要一年住满半年了 就反而不是说拿了永居 我就可以不住了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国家的永居是一年当中要住满半年 有没有人查我不管 但是其实是这样子安排的 国别永居住半年 但是欧盟长居呢 你可以12个月之内出去 就整个欧盟出去 比如说像我 我拿荷兰颁发的欧盟长居 我可以离开整个欧盟 比如说回到中国去工作 但是我在未出去满12个月之内 我又回来了 那我的这张欧盟永居还是可以继续的 没有被废掉 但是永居卡的话 你是不可以离开本国半年的 明白 然后如果拿了欧盟的长居 去到另外一个经济好的国家去工作 比如说西班牙也有欧盟长居 他想来比如说荷兰工作 那要看荷兰这边愿不愿意接受它 因为毕竟你不是欧盟的公民 你是中国公民 加一个欧盟长居 所以对方国家 对方接纳你的国家 他们有权利拒绝批你 然后所以就是我不太建议 有些人就是做了一些拘留的项目 然后之后又转了国家 这个很难的 因为这个失败的机率比较高 那如果你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如果被批准的话 但这个几率很小 就成功的几率很小 就是拿了这边的欧盟长居 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作 被对方国家批准的几率很低 如果说幸运的被批准了 你拿到的拘留卡叫做经济不活动的拘留卡 一年期的 然后到了第二年你才有权利工作 所以你要算整个的时间 你要就是如果要做这些拘留的项目 你最后不要后悔 因为你要如果要百分之百 肯定能够去到其他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其他的国家 你像西班牙要等十年 希腊要等七年 就你得真的住满那么多年 拿到了考过当地的语言的事 拿到当地的这个国家的护照 你才能够去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呢有些人还会真的很喜欢 西班牙拉葡萄牙或者是希腊 那是OK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换的话 你要你要做好准备 就是可能会不成功 要不然你一开始就直接选 欧盟护照的这个项目 OKOK明白 明白 那您推荐呢 您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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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一下其他国家 我的人他还会拿现在移民市场上面 还有个土耳其的护照 然后说土耳其护照 能够拿E2签证去到美国 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E2 其实整个欧盟的公民 这是护照持有者大部分都是可以有E2 它只是一个跟美国的协约国 然后E2呢是一个五年的有效期的一张签证 黏在你的护照上的 所以我然后那你要算这个成本啊 你土耳其砸了那么多钱 然后你又不可能就做得了美国 你不可能看得上土耳其去住 实际我直言 你这个E2就是 比如说爸爸妈妈这个40岁左右 你做了个E2又砸了土耳其钱 然后你的孩子 你所携带的孩子上限是21周岁 在美国啊 就是你带着你的孩子在美国 你的孩子只能21周岁 就上下 那如果孩子满了21周岁 这个父母要不然就是再去自己 给自己找一个开个店啊 开个小公司 然后自己孩子21周岁之后 也给自己去开个店或者是公司 这样子才能够一家人都在那 那如果说父母他 他这个不是带不了孩子了吗 要么就父母走 反正这个就是 当然保加利亚护照也可以啊 我只是觉得你这个投资 和耗掉的精力可能是挺高的 你还不如做个欧盟护照 然后找一个经济好的国家 来居住工作或者学习 那我自己在荷兰 我可能会比较推荐荷兰 因为你对标所有的欧洲啊 加拿大或者澳洲 荷兰人的英语的水平是非母语 里面讲的最好的 No.1 英福做过一个调查 他们荷兰人讲的就是第一名 非母语的 OK 然后经济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见解吧 如果大家有觉得我说的 荷兰这个方向还是可以的 这条线路做荷兰 然后来到荷兰上联系 OK 那也就说 那个大姐 您的微信 有人要的话 我可以给吗 可以 我就直接说好了 好 您说 您说 您说吧 就是 国内有个丙屋 叫克里斯丁丙屋 把头的CH改掉 变成K 我念一遍 K R I S T I N E 下滑线 底下的下滑线 底部的 然后 T S A I 然后 如果 不是那种 很有预算的客户 只是考虑考虑 看看 这个国外的天很蓝 地很绿 欧盟的一些情况 可以加我的小红书 我的小红书 就五个字 荷兰小姐姐 这好记 荷兰小姐姐 好 对 这有多少人加我 那如果我一下子加不上 你可以 就是看我的小红书吧 就看一下 这个荷兰的 是多少的物价呀 怎么生活啊 或者我会发一些 关于欧盟的一些 一些通告吧 OK 是这样姐姐 荷兰的事 我得荷兰再采访您 咱们说一个重要的事 也就是说 欧盟这个 长居的 其实就是保加利亚 完了之后 土耳其 还有拉脱维亚 是吧 不是 欧盟的居留 有17个国家卖居留的 卖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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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护照是三个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马尔塔 马尔塔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保加利亚更好点吧 对 因为我是保加利亚 律师楼的中方的代表 就是国移民 就是 国内的移民公司的 它的这个架构 就是 有些海外的项目方 拉这个项目 进到移民公司去卖 然后每个移民公司 里面有项目经理 然后 海外的项目方 和项目经理 就会去培训 下面的这些顾问 然后会教你一套说词 所以很多移民公司 他连出国都没去过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很可笑 我 像我拿了欧盟的长居 这个 我移民公司的老板 我 以前的那个老板 在电梯里有问我 他说 真有欧盟长居这件事 我说 是啊老板 我都拿第二张了 连老板 他都没见过 然后项目经理 也没见过 他项目经理也问过 他说 有这事吗 我问过 他说 我问过 那些这个 海外的移民律师 他说 好像没有这回事 我说大哥 我都真拿第二回了 所以就是 我可能对欧盟的一些 见识和拘留 怎么样转拘留 或者什么 我比较 接地气 OK大姐 那这么 荷兰片和保加利亚片 我就正规的采访您 现在我问几个问题 你就快速的回答 首先大姐 我说一下 如果我就想办一个 欧盟的一个 就是欧盟护照 最好的 我觉得就是保加利亚 那保加利亚 我拿了这护照之后 我就可以在欧盟的 所有国家 长期的拘留 长期的工作 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 只要是欧盟公民 对了 说到现在 我还要补充一点 现在新的一些欧盟的 就是比如说 像黑山什么的 有些移民公司 也在推这个 他说 哎呀 二零几几年 这个黑山也要进入到欧盟了 这个有一个缺点 大家一定要小心 新进的欧盟国家 虽然你新进 但是你不代表 已经是可以自由的工作了 就比如说保加利亚 2007年加入欧盟 但是他对所有的 其他的欧盟国家 接纳他 保加利亚的这个工作者 去到另外地方 要等到2014年才开放 所以同样一个道理 黑山也有可能会遇到 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新进的一些欧盟国家 所以这些东西作为将来 有可能也可以在 欧盟自由流动 作为这个一个重点 OK 大姐问您一下 我就是拿保加利亚的护照 我问您 全拿下来多少钱 多少时间 您回答 两年 两年多少钱 30万欧元是融资的 就一共吧 乱七八糟都拿下来 都拿下来 乱七八糟 30万欧元是融资的 然后如果你有自己 有很多的这个钱 已经在境外的 那可能会做起来比较简单 可以做他 买他的国债 100万欧元起 买他的国债 这个钱是有的返华 100有返华 35返华 两年拿护照 都是两年 那也就是说 两年我得花100万欧元 才能拿护照 是这意思吧 对 或者30万欧元 就是你没有100万欧元的 你就做30的 但是这个30就没有的回来 就等于去买这个身份 明白了 有一个好的优点 您说 保加利亚护照是老人都可以做 就是一般欧盟的居留也好 那也好 你现在是有上限的 但是保加利亚护照是 应该是唯一吧 就是我的子女 他已经结婚了 他也能够申请保加利亚 但是你先把最早的那一波 比如说60岁的父母 先把这个动作做了 拿到护照之后 再申请他 比如说40岁的子女 比如说他有个女儿40岁了 他也可以做 然后就是等时间 就是上面那个爸爸妈妈拿到之后 给下面这个孩子 我不管你孩子是10岁还是40岁 然后他申请大概是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那40岁这拨人 然后你再给下面那个孩子 比如说20岁 他也满年满18了 然后申请的流程就是一年半到两年 好 大家要问一下 大家要问一下 OK 比如我今天40岁 我能花30万 30万 我就直接就是买保加利亚护照了 那么我买我的爱人 是不是应该也是那个拿护照了 对吧 这个不是的 他必须要一个人 比如说你拿到了 你要等三 他跟你的婚姻关系 你从你今天拿到 他要等三年之后的婚姻关系 然后在这个你的配偶 再递交保加利亚护照的申请 然后整个流程又要一年多 但是这是基于你的配偶和 不需要去保加利亚 比如说他就在国内待着 我明白 大姐 我明白 那就是不用再 不再花钱了吧 问你 主要是问这个 不再花钱了吧 不用 这是一些手续而已 但是你可以去到 比如说来申更 落户来荷兰 他是不需要 你的配偶就直接来了 OK OK 那么多年 那那孩子呢 比如我俩孩子 一个八岁 一个五岁 这俩孩子 是不是我申请保加利亚国 这俩孩子应该也自动就试 或者过两三年就是了 他等时间就可以了 就递交申请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时间 可能要花 一年左右的时间 没问题 能够下来 但是 加洛户到其他的欧洲国家 你大概一两个月就可以来了 明白了 30万欧保加利亚 全欧洲就可以待着了 行了 谢谢您大姐 保加利亚和荷兰片的时候 我专门在采访您 而且呢 我如果我们不出意外的话 会有很多人加您 但是我现在不把这个视频放出去 我过几天再放 完了之后会有突然有一下 一堆人加您 您别惊讶就行了 好吧 哦 没问题 没事没事 王达州您放心啊 过两天我还在找您呢 因为我的时间特别赶 我就不多贪贪您了 我会过几天再打扰您 荷兰和保加利亚 好吧 姐姐 哦 好 没问题 好 谢谢姐姐 姐姐再见 哎呀 好牛逼啊 希腊三二十万欧 拿永居 希腊的永居 不是欧盟的 这保加比亚 保加利亚真牛逼啊 三十万欧 完了之后是整个欧洲永居 你看这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塞布鲁斯 保加利亚 还有他妈叫什么来着 拉托维亚吧 什么的 我骂着他 塞布鲁斯保加利亚 骂着他 但保加利亚还比较科普的 对吧 真棒 你看看 这都是大神吧 聊完这大神 咱们聊这个大神 这也是大神 今天西班牙片牛逼 西班牙片真的是 你看刚才那大神 就整个欧洲的 咱们也知道了 欧盟永居 对吧 这个是纯西班牙 咱们也聊聊 喂你好 你好 你好李先生 你好 我是徐晓东 你好 我有几个问题 麻烦您 你看您方便回答吗 方便方便 好谢谢 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来西班牙 有几个移民的方案 有留学 完了 购房 还有投资 您分别的介绍一下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这些东西 谢谢 好的 西班牙移民的话 有很多种 2013年 就是新的政策 出来的话 就是现在比较多人办的 就是投资移民 购房 投资移民 其实分很多种 里面呢 中国呢 华人办的最多的 就是购房 因为最简单 其他两项呢 也是属于投资移民 里面的 但是只要买国债 或者投资 以下里面有钱 金额分别是100万和200万 购房的话 就比较简单 直接买不动场 买50万 就可以帮你了 剩余的话 就是也有帮非盈利 非盈利类似 就是养老型的居留 就是主要证明 在中国有足够的资产 然后呢 就可以在这边 非盈利的居留 和50万的区别 就是非盈利不能上帮 50万的优惠政策 比较多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 早期华能办的 就是类似家庭团聚啊 或者老板居留啊 工作签证啊 这些 但是这些的话 对近期的话 比较难办 有些就是对 聘请他们的公司 要求很高 税务上面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西班牙居住三年 就是黑的居住三年 可以办理扎根 哇哦 这也能办理啊 在西班牙黑了也能办理啊 对 西班牙这边的话 就是方便很多 就是在当地 他们就是称于是 就隆路嘛 只要好多非法移民 在这边能证明 待嘛 超过三年 然后呢 有这边的公司聘请 就是给他们出一份合同 或者自己写一份 创业的计划书的话 符合他们这边的要求 就是公司要有就是一年以上的合同 创业计划书的话 就是这个计划书是要可行性的 然后呢 要申请一个卢路报告 对于语言的话 有一些要求 但是比较低 差不多第一左右的那个语言 就可以通过了 OK 那有没有留学西班牙的移民吗 留学的话 其实留学生的居留和当地这边 所有就是像我之前跟您说 那些居留类型是不一样的 它是属于赞助证 就是每年得要根据那个学校报名来更换 留学的留学生的居留的话 它是赞助证 它是不累积申请永居的 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些居留 只要住满五年 都可以申请永居 就是类似绿卡式的 和这边当地居民的福利都类似 都一样 但是留学生它是属于赞助证 它是不累积里面把你那个永居的 哦 谢谢谢谢 那也就说林先生 其实现在中国人我们最简单到西班牙移民的方式 就是五十万欧 我买一套房子就可以永居了 对吧 对 那这永 不一定要买房子 就是不动产 所有的不动产房子 店铺商铺都可以 一套或者多套 只要累积 2013年法律那个施行后 到现在累积就是有买购五十万就可以办了 OK 我问您一下 就是买完之后 我们拿的只是西班牙的永居 对吧 不能去其他的国家待着 不好意思 您说什么 我们买的这等 买完这个房子之后是西班牙的永居 但是不能到欧盟的其他地方去工作 去待着是吧 工作的话是不行 但是居住的话是可以的 因为欧盟西班牙是属于生耕国嘛 所有的生耕国家 其实是没有出入境记录的 也没有海关的 就是而且西班牙这五十万 投资移民的比较特殊 他没有移民间 他办出来的居留是刚开始 是两年的居全 之后呢 一次性还成五年的 而在这两年期间 是没有任何移民间的 不需要居住 只要路径一次 和五十万不动产 不变就好了 所以说在西班牙可以工作 但是在欧盟其他国家的话 只能居住 不能工作 那就够了 那你要这么说 我觉得西班牙真的太好了 您说呢 您说点西班牙的好处去了之后 我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 其实对西班牙是蛮有感情的 我还要跟您说西班牙好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以自己的那个 对这边的了解 对 但是我是觉得 您的这个 听众的话 他们可能就更想了解 因为刚来这边的话 是有蛮多困难的 因为西班牙怎么说是有一些 是小语主 好多人语言方面的话 可能是不那么懂 但是西班牙这个社会暴动性 其实还是蛮多的 我在这边居住这么久 就是有小部分会有歧视 但是大体来说 生活的那个消费 也都是蛮低的 其实居住 而且天气也很好 西班牙是第二大旅游大国 他们这边有很多世界的那个文化遗产 天气也是非常好 好的 太感谢您了 那如果我办那个西班牙移民 就像我那小学同学 就是找您办 完了之后 等于是用大概多少时间 我们买房子 完了加上手续 多少时间能从买房 一直到手续 一直到拿着这个永居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我们这边办理最快的话 差不多两个月半年 就可以办好了 但这个主要取决于 我们办理移民 它够房的速度 因为这50万移民要买房 而且买房的话 你要根据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你要是买自己居住的房子 我个人觉得一个月两个月 买到合适的 比起价格是自己喜欢的 小孩读书居住环境 补合的就比较难 这个主要还是根据每个人 他自己选房的标准 好多的话 就是直接在西班牙这边 买几套投资的房子 差不多价位在10万欧左右 出租的话六七百欧 就是实际收到的话 每个人因为西班牙这边 有固定的地批税物业费 这些是要交的 差不多实际到手的话 500欧左右 回报率也蛮高的 收购了之后 按理移民 然后来西班牙了之后 根据自己小孩的读书 居住环境 什么的 再去租一套房 或者再买一套 比较适合自己居住的 这一类 就是办理移民的是比较快 两个月 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办好了 因为他们选房要求不高 手续方面的话 其实就是 说的比较简单一点 不到你很多时间 西班牙开户 费房 买房 房子只要买过50万 就可以在中国 西班牙住中国大使馆 递交签证 拿下是一年的签证 拿了签证之后 这边就可以递交拘留了 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批下了 就是主要还是取决于资金到西班牙的时间和购房的那个速度 那这个西班牙的永居是一个人我买了我的爱人我爸妈我孩子全是永居对吧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就是说是很多 他们就有一些误导 说三代移民 其实实际上面不是三代移民那么简单 子女和配偶的话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只要有金属关系公证 和那个结婚公证就可以办 是依附于主生请人的 小孩的话到13、24周岁都可以办 因为只要能证明一下 还没有自己的那个经济能力 还在读书 还在留学 有学校的报名啊 只要能证明经济是依附于父母的 就可以那个团聚 但是团聚父母的话是很难的 父母有对父母的要求 就是最主要的规矩就是也要有经济依附 但是证明经济依附 现在呢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说老年人 对西班牙这边的医疗的那些体系啊 什么会造成负担吗 他们审核老年人的时候 没有像审核子女和配偶那么简单 其实我们这边很少能批得出来的 因为很少能证明就是真正经济依附 得要固定给父母挥款 得要证明父母是退休的 或者没有任何工作能力 这些得要纸质上面的证明 比如说中国的税单啊什么的 就是父母没有任何收入 并且能证明小孩要固定给他转钱才可以 就是团聚 好的明白了 那再次感谢林律师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说一说 西班牙的优势完了之后 我们听一听 谢谢最后一次 西班牙移民的优势就是之前跟您说的 还没有移民间 而且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 房子买好了 就行了 然后另外一种把养老型居留到 甚至不用买房子 它呢就是直接中国证明自己有足够的钱 能在这边开销 然后呢也就可以把那个退休型的居留叫费盈利 它西班牙这边还有就是房屋 你要是出租啊 50万欧元 你买个20万资助的 然后呢分开买个两三套投资的话 收回来就租金一点 其实正常的不很乱开销 其实也可以维持就是这边的生活费 而西班牙这边的学校的话 公立的学校是不收钱的 办公办私的和私立的就是费用 不等有200欧到1000欧都有 主要还是看每个人的自己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成本和其他要求 OK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林律师 如果说有人对西班牙移民有特别感兴趣 我可以把您的微信号发给他们吗 微信号的话 我看 主要就是我 比较就是跟您通话 也是想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现在这边好多 也是有移民啊 微信号的话 我可以给我一个那个我公司的微信号 个人的就不要了 行那这么办 您把您的公司的微信号待会您非信发给我 以后有人要的话 我直接发那个公司的微信号就好 您看可以吗 行行行 好 公司号的没问题 因为那个公司类似公众号式的都可以加的 OK 那就麻烦您待会发给我请了 再次感谢林律师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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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说越高兴 这西班牙就是不一样 因为德国多佬有一点点冷 西班牙我喜欢希腊 但希腊呢 稍微小点 完了之后呢 哎呀 有点孤独寂寞难难 那西班牙好玩啊 我这全是美女啊 我这中国人也多 我这你 你在华人区爸买个房子一租 你自己找一夫人区一住 我多多爽啊 来我 现在找我们的小学同学了啊 这就我们小学同学 西班牙的小学同学 我们一个暗怨小学的 完了之后呢 跑到西班牙去了 跟他老公一块 现在孩子都去了 哎呀 过得还是比较happy的 你知道吗 来吧 我亲爱的同志 小学同学啊 咱们就不说名字了 咱就直说要小 我就说你小学同学了啊 同志 完了怎么样啊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小学同学特可爱 现在呢 在那个西班牙的一个中资公司工作 还特别好 完了生活特别美满 老公也在西班牙做正经生意 孩子呢 在是不是在合资还是外资 叫什么 就是高端学校吧 孩子 私立 私立 哎 你那孩子 咱们今天啊 不聊别的 就给你聊聊家乡 李朵 那你孩子这个 在私立的话 一个月多少钱啊 是这样啊 他西班牙这边学校分三种 一个是成立 然后一个是办公办司 还有一个私立 那先从私立说 私立呢 他也分两种 一种是国际学校 就是什么英式啊 美式那种集团的那种 国际学校 他可能在其他国家也有连锁 还有一种私立呢 是当地人 比如说叫小冬 什么什么学校 你可能就开立所 你自己名下的私立 等于西班牙为主的 那种私立 那学费不一样 在国际学校 一般都会在 一个月啊 一千欧到两千多欧之间 学费 一个月是吧 那那你们家够有钱的 你们家够有钱的 你们家 别道啊 我是个穷人 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 然后这是私立 便宜点的私立 可能也有四五百的 五六百的 他可能从幼儿园不一样 幼儿园是一个党呗 小学呢 两个年级 比如一二年级 一个党位 三四年级 像我小孩吧 初一初二十 一个党位 可能九百多 到他们大概 初三初四呢 就变成了一千多 那你干嘛不让他 那个 干嘛不让你孩子 进公立学校啊 我就想跟大家聊这个呢 因为 一般在国内的移民中介 都会以什么 公立医疗啊 公立什么学校 来吸引大家 其实啊 就是 咱们这种都正经 移民出来的 而不是以前 什么黑出来的那种 还有点条件的吧 所谓 出来不可能说 比国内过得更不好 肯定是要比国内过得好 或者水平相当才会出来 对 不建议大家把孩子 送到公立学校 因为那公立学校呢 首先是学费是免费 但是他那里面的孩子的素质啊 或者叫档次啊 还是很低的 或者家长的素质 哎你不说你是穷人吗 哎你不说你穷人吗 哈哈哈 然后就是你那天孩子素质不是很高 可能会有一些语言的攻击啊 或者骑士 会有那种发生 这是公立 然后还有一个办公办私 我发现有一些就是出来的人 有一部分会先给孩子放的办公办私 一般都是那种教会学校 天主教教教会学校 他是政府给一部分钱 来补助这学费 所以可能学费一般都在100欧到400欧之间 一个月 不含饭费啊 都不含饭费的 饭费以外 他们也会比私利便宜 像我小孩 私利的饭费在200多欧左右一个月 他们是在100欧左右吧 一个月 哦 那么这样 那你们家孩子现在是西班牙语好 还是英语好啊 他们一般私利呢 学校他也分几种班 一种就是全英语班 一种是一半英语 一半西班牙语的 还有呢 就是纯西班牙语的 他也会根据你的语言的等级 给你分不同的班 那你孩子是 你孩子什么班 一半一半 英语跟西语一半一半 你们问问你们家孩子 就是西语简单 还是英语简单啊 他其实说实话 我女儿出国之前 英语很一般 因为我不是那种 你知道的 不是那种逼孩子学习的 我们是十岁出来的 十岁之前 没有上过任何的辅导班 我们比较推崇那种快乐教育 你说女孩 我 要把孩子逼疯了 必须考个博士 你们清华北大 不是那种家长 所以呢 我觉得他更喜欢西语吧 西语 可能会比英语更好一点 克拉西亚斯 克拉西亚斯 那个你好怎么说 是是欧拉吗 是吗 欧拉 欧拉 咱继续啊 那个网友可能 我继续 网友可能说 就是说 你这个 你在这个中资上班 大概一个月 能拿多少欧元 是这样 我呢 是在一个中资的世界五百强的一个公司 他也是 我不能说我拿多少钱 大概 大概 两万欧元 那么便宜 那你是总监了吧 你是总监了吧 懂的懂的 那你老公大概也得一个月挣个四五千欧吧 他现在有一些就是偏这个叫退休吧 这个他年龄大了 其实我们出来啊 不是为了工作的 这你知道 对 当爷爷的 就是为了 对 我当爷爷就是出来养老 新鲜养老 那个什么 我听说你老公也特喜欢我是吧 他就在旁边 他就是 东宁啊 牛逼牛逼 你好你好兄弟 辛苦了 辛苦了 别装的 你六零后 对 那个 小学同学 你不能这么说 你老公啊 怎么就六零后了 太好了 那您说 就下面是啊 反正我知道的是 你们家住的特别好 完了之后呢 你又在别的地方 又买了小公寓 这样的话 是不是对于你们家来说 又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是吧 对 其实 我是一比较简单的人 就是我移民呢 不像别人哈 就是什么 先规划几年 我要去哪 规划的不是 我真的就是一拍脑子出来的 这实话实说 我是15年出来的 14年开始 辞职 然后就奔外走 为什么呢 呃 一个是雾霾 北京雾霾 一个是我闺女 还上了一个特别好的 北京的学校 但是赶上了 读跑道 操场读跑道的时间 哦 我当时这样 就家里待着 因为他们很多同学都症状了 流鼻血啊 什么晕啊 去查读什么的 哦 因为这两项 我就一然而然的 就是前进 那干嘛选择西班牙 就选择西班牙了 对 因为我觉得哈 因为都是很多听众哈 就是移民一定要适合自己的地儿 比如说别人说哪儿好 你就说哪儿好 一定要找 绝对是适合自己的国家去移民 我觉得哪个国家 都有它的好的地方 对吧 我们为什么选这个呢 首先我老公要锁定 就是欧洲 因为我们语言也不是说那么的好 或者说想找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去美国啊 加拿大或什么的 包括什么气候 我们选择说欧洲锁定 其次是有移民法案的 不想去冒那个险什么 没有保证的那种移民 打水漂了 而且呢 欧洲那就慢节奏 当时是14年吧 看了起的国家 葡萄牙呀 西班牙呀 希腊等等那些国家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国家 考虑到孩子还要上学 如果孩子不上学 我可能会考虑别的国家 但是孩子上学 学语言是个大问题 西班牙语呢 在国内说是小语种 其实它是大语种 在世界上 第3大语言 对对对 要说中文的 英语的就是西语的 对 有5亿人在说西语 30多国家 西语畅通 南北人说西语 对 对美国很多州 他也说西语 他美国人学外语 第一门就学到西语 二外才是法语 什么那些 OK 所以我是为了孩子 然后还有这边的气候 300天吧 都是蓝天白云的晴天 只有春秋会下点雨季 哎呀 那你说 那你这个饮食 西班牙的饮食 咱们中国人适合吗 西班牙的饮食 适合 我觉得是全欧洲最适合的 为什么呢 吃的特别丰富 因为它也是一个 农业的出口大国 在欧洲 所以它这吃的东西 特别丰富 包括蔬菜呀 水果 蛋肉啊 等等 我有好多朋友 在英国呀 德国生活 都是上这边的度假 来里头都不想走 觉得吃的太丰富 太适合中国人口味了 而且关键还便宜物价 那你说西班牙 他们说老说 吉普赛的后裔啊 小偷多呀 乱是这样吗 有 但也分区域吧 其实欧洲很多国家都会有 包括法国也一样 都会有这些西普赛人 摩洛哥人 那些难民呀 什么的 偷渡过来的 都有 都有 西班牙还好点吧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还可以 那你就是 你觉得西班牙的 我先问一下 治安怎么样 西班牙治安 我觉得挺好的 OK 西班牙的医疗怎么样 医疗很不错 在世界上都是排名前几位的 一般是免费吗 对 公立都是免费的 就是只要你上个班 你有工作 你有社保 就咱们中国上 你有社保 但是他的穷生孩子 住院 什么ICU 呼吸机 是骨髓移植 癌症 包括化疗 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 包括你吃一日三餐 包括餐后甜品 全都免费 你这个 免费的什么医疗包 奶嘴 什么 你在医院里所用的 所有药 包括生孩子 包括住院 所有药在医院里发生的 也都免费 那你这个永居 也能享受这个吗 永居是这样 我之前出来的时候 没有上班 我是为了退休出来的 只是中间 朋友找我 然后上班了 我移民出来 必须有个条件是 你要自己上私立保险 上私立医院的保险 OK 这个是必须要保证的 你上了私立医院 刚才我说那些 它也是免费的 OK 明白 那保险费一个月 大概多少欧啊 套餐不一样 我们家一家三口 是一个月二百欧 哦 那还行 还可以 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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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含牙呀 什么的 小孩 你看 白牙呀 什么 那些 每年的洗牙 那都是免费的 太棒了 那现在医疗 说完之后 那教育也说完了 房子 房子贵吗 你觉得 西北亚 一点都不贵 对于中国来说 不贵 那你要说 我买一个独栋的别墅 稍微离市区 远一点 要高端一点的 大概比如说 别太高端 差不多得的 我觉得 35万欧 你能买一个 买一个不错的别墅了吗 那你住了 你这住了多少钱 我没住别墅 我住了一个 当地比较高端的 一个公寓 平层吧 大平层 对 在小一万 那这二百多平吧 五六十万欧 当时 现在大概也是 六十万欧左右吧 那你这是高端了 对吧 没说错吧 对对对 它物业费 我一个月二百欧 那问您一下 咱们这个西班牙 对对对 我都有 咱们西班牙 就是说中国人 去的最多的 比如说像马达里 还是巴塞罗那 还是什么地方 这点我正好也想提醒网友 因为有很多朋友 一想移民 我都必须去海边 我要怎么怎么样 没有小孩 我觉得可以 但是要孩子的话 一定要考虑慎重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非常后悔 选择巴塞 同事很好 对对 你也不用考虑什么 加泰罗尼亚搞独立 那些没戏 肯定不会独立的 只是游游行闹一闹而已 但是不好的呢 他那边说加泰罗尼亚语 小孩上学 甭管是公立 办公办私 都是用加泰罗尼亚语上课 所以我朋友的孩子都快崩溃了 当时就哭 就非要回国 他们还是在北京上的那种双语的学校 英语都很好 但是也受不了 他要学法语 什么西语 还有英语 还有当地的语言 就那个加泰罗尼亚语 其实没用 那边高考的话 是必须用这个加泰罗尼亚语高考的 所以他的孩子后来又高考 要回高中的时候回到马德里 再找学校 再买房子 就特别麻烦 那您多个意思 说西班牙最好住的地方 其实还是马德里那一片了 我选择马德里是因为 首先我不是北京人吗 咱也都一直在首都 我觉得首都可能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吧 关键是考虑孩子上学 我也有其他的朋友 住在海边城市 有第三大城市 晚上西亚什么 也有很多朋友 也挺好的 那边也有国际学校 就看你想要什么了 明白了 哎呀文姐 那那 就说 那什么 那你这边整个 那你还回国吗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最后 你想一直坐落在北京呢 还是落在西班牙呢 这个可能多数还会西班牙吧 因为这边医疗啊 各方便的也很方便 风气又好 吃着也便宜 对 完之后那个 那的中国人就之间的友情很多吧 听说你还有你老公不错的 很多朋友应该挺多的 对 其实这边更多的老移民呢 都是浙江人 因为浙江人就占领了 全欧洲 对 对 都是浙江人 他们都很早出来 老一半 都好几代了 三代了都 就是开餐厅 开百元店 开糖果店 做批发的这些 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都是浙江人 其他还有一些北方人 现在北方越来越多 天津的 青岛的 东北的 北京的 也都有 那这帮人怎样 友好吗 咱们这帮就是 都从中国过去 这帮人互相之间友好吗 挺友好的 就是大家都挺高团的 那还行 那西班牙 我真觉得啊 整个欧洲来说 我特别喜欢移民西班牙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你说呢 整个欧洲来说 我觉得也是 像葡萄牙外 可能太小了 语言呢 也有点局限 经济也一般 所以 我考虑了一圈 就锁定的是西班牙 真好 行 亲爱的 那就怎么着 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跟您爱人说一声 祝您 祝您全家身体健康 百度不侵 得嘞 等我暑假 回去咱们接着去啊 还有件事呢 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忘了 就是 咱们这个疫情 现在西班牙那怎么样 不说人间地狱了吗 是这么说 是17万 15万吧 昨天叫15万 然后马德里是4万多 慢慢算在回了当中 这等于也没事吧 就你身边有没有得的呀 你身边死的 得的有吗 没有 是吧 真没有 我觉得 那最近你们都是 不上班在家待着呗 就都在家办公 华人这边有大概几十人得 整个西班牙几十人华人得 然后只有一个是死亡的 那真好 那也就说就没那么恐怖了 对吧 不说什么意大利完蛋了 西班牙沦陷了 不这个对吧 没有没有 主要可能是老年得的比较多 可能养老员 因为这都是老 老年社会了 都八九十岁 一百多岁的 OK 太好了 那我就没什么事了 有事咱们随时联系着 完了之后 西班牙天还有 大家都来西班牙 对 还有二 完了 对 您那个律师啊 跟我联系了特别好 我刚才网完了 完了 大家特别高兴 完了 我要玩呢 肯定要到西班牙 我一定找你们玩 完了 跟你老公说 一定要我吃最正宗的西班牙海鲜饭 我跟你说啊 还有烤肉 烤肉也特别好吃 好好好 太好了 行 那就这样 那麻烦你们了 辛苦了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真好 西班牙没完啊 西班牙还有二 完了之后 我呢 就不用采访他们 我自己也跟大家可以多说一句 就是在西班牙 他这个移民间啊 是基本上没有的 你们拿完之后 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回国 干嘛干嘛了 呃 再过来呢 就是钱啊 房子乱八道的 买了 都挺好 西班牙是比较 大大咧咧的国家 他是君主立县市 他有国王 是个比较大大咧咧的国家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说实话 像西班牙啊 意大利啊 这些国家啊 包括西亚 对中国人都非常的友好 都非常友好 好了 我也是 其实我非常的推荐大家 考虑西班牙 这个 当然西班牙 你拿了永居之后 你不能去别的地方工作了 别的国家 但是其实在西班牙够了 西班牙 华人也特别的多 你特别美味 当然了 不好意思 东哥没去 但是确实东哥好多好多朋友 也在 东哥朋友变天下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 你们要说东哥 我们也朋友变天下 不一样是什么 我这些朋友 能跟我说实话 他们说东哥 我要不想说实话 我就告诉你 我就不回答了 但是我能回答的全实话 因为薛耀东 你真 这个是我的优势 这是我的优势 完了 上今天这三个同学 我本来在想第四个 我就来不及了 抱歉 完了 咱们下次西班牙二 给大家展示另外两个 一个呢 是那的投资 还干嘛过去 另外一个专门买房去的 刚去两三年 就最新鲜的屎 最新鲜的热壶菜 我跟大家说 咱们可以聊 好了 今天的出货转转 西班牙片 我非常推荐的西班牙片 到此结束 我们还有二 gracias hola